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油酥手抓饼的做法 外酥里软,层次也多 我们先准备普通面粉300克 少加一点盐,增加面的筋性 倒入200毫升的热水 水温在50-60度之间 一直搅成大面絮 下手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饧面10分钟 饧好的面团取出来,轻揉几下 搓成粗细相等的长条 切成三个大面剂 取一个面剂,搓成一个圆柱形状 放进大盆里 在表面酸一层油,锁住水分 面剂用油封住以后 它的延展性会更好 饧面40分钟 接下来调油酥 碗里倒入一勺面粉 少加一些盐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像这样很细腻 没有干面粉就行了 面板上少抹一点油,防粘 放上一个面剂 按压的薄一些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 淋上调好的油酥 往前膜,再松弛5分钟 取出第一个做好的面剂 往四周的方向擀开 面剂醒过之后 在擀的过程中就不容易肥缩了 放进预热好的电饼厂里 开大火 烙上一分半钟 时间到给生胚翻个面 再接着烙上一分半钟 两面金黄 就熟了 用筷子抖几下 层次就出来了 看一下很酥脆哦 咱们的手装饼就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层次多好 都是小包层 用热水和的面 吃着软和 有嚼劲 凉了也不容易硬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